其实有时候设计这个真的是 设计饭的时候真的脑子想 我设计那些菜 几婚几醋还挺好玩的 重点是黄老师也没做过这样的 就是看一看学一学 然后就试探着开始弄 就能做到这么的 你知道每次 就我脑子就想这一天 就要做这晚餐的时候 很像是排话剧 就你知道的意思吗 统筹安排 然后就统筹安排 然后就想想想 然后就哪个什么时候要干嘛 其实做饭还挺费脑子的 这研究哪个东西在哪 哪个东西什么时候弄 它有一个统筹 把它都泡在水里 我都在那自己自言自语了好多次 我在那数过 上桌子 香肠牛干巴 花生米 香肠牛干巴 很快炒的 我会把它先做成半成品 上桌之前我要得算 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怎么个顺序 准备要上菜 我就切里咔嚓 往一炒 所以它就会全是热的吃了 今天这饭是我在这个蘑菇做的 有史以来 头一回做的我都有点累了 做的 我们感谢一下黄老师好不好 这杯敬黄老师 真的是好棒 辛苦黄老师 辛苦黄老师 来 姐 来 这个匪夷所思 这看着这一桌匪夷所思 是一个人一下午不出门找出来的 啊